客家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艺术人文则是生活的养分 让哈克一起来带您享受精彩的客家生活 欢迎收听哈克一起来 哈嘎Q哈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哈克一起来 哈嘎Q哈来 我是黄玉美阿美姐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哈克一起来节目将会在每周六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在环宇广播FM96.7 和您一起聊客家 也来体验客家生活 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用不同的面向 带着大家到浪漫台三线 也到客庄 来体验不一样的客家艺术人文风情 有一句话说 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艺术 其实呢 在生活当中 真的艺术处处无所不在哦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节目 也一起来体验哦 像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和您介绍的就是 一起到关西东平里 大东坑西旁 来到我们放牛生活夏令营 体验小朋友快乐放暑假的生活哦 其实提到放牛生活夏令营 客家话呢 没有叫放牛 你说造牛 造牛呢 就是有看着 还有照顾的意思哦 在农业社会的时候 要让牛能够帮我们耕田 当然就好好的照顾它 培养默契咯 所以叫做造牛 看着牛 它一起长大 为它吃草 天气热 还要带着它 到河里头去玩耍 所以呢 才会有客家美食点心啊 牛问水 牛问水啊 这样的一个名称哦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将透过水牛学校 李春信李校长的带领哦 来到我们的大东坑西旁 来自我们各地的 大朋友小朋友们 一起来体验大自然的生活 而且呢 学习跟牛哦 建立感情哦 所以这个放牛生活 真的非常的有趣 状有生法 懂生气啊 而反映向情后平 有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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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所以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会用国语 还有客家话 来和大家做双语的 一个介绍 本台港人堂堂 你这个客家话 所以你有多久 没有说客家话 有些人听得懂 但是很久没有说了 那也希望呢 透过听自己的客家母语 让好朋友们 也都能够想起 自己的客家生活 也希望将客家生活 客家话都能够 告诉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说 这个节目呢 非常精彩 请向情后平友 请客家来赞 我们也欢迎 大朋友小朋友 能够上到 哈克一起来的脸书 来留言或按赞 或者是了解 活动相关的讯息 以及节目的内容 我们将会透过 动态静态的照片 还有影音的分享 让大家也一起来体验 艺术客家的生活 好 按姿勢 是梦尼哦 哈克一起来 哈嘎 请哈罗 节目开始要为大家带来的 这是由黄子轩 和我们东安国小的小朋友 一起合唱的 放暑假 没有错 暑假呢 就是孩子们快乐的时光哦 客家话呢 没有叫做放暑假 直接翻转的 冰暑假 可是呢 我们是说 辟暑 就是避暑啦 你说冰暑假嘞 一起来欣赏 黄子轩所带来的 冰暑假 陰暑假 巴架 老将要稍赏 我公安 所 Employed on 醪� 好 Boris 嘉柬 U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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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待会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们喜欢大自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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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